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 沉迷在天边吹过眼前 但临下也像空里侧脸 哈喽大家好 我是瑞士山里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卢诺 我们现在在墨尔日山上的特洛县内小镇里 你们猜的这个小镇是谁住过的 我们现在要去看奥黛利赫本的故居 对的 和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是的 还有他的公墓哈 他现在目前埋葬的地方 那这里是他生活了30年的地方 我们走吧 去看一看 走 这个里面就是奥黛利赫本曾经的故居 叫和平之底 1963年到1993年30年间 他都生活在这里 也叫和平之底 那奥黛利赫本呢 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他演的罗马假日中的安妮公主 我超级超级喜欢 他的那个形象迷人的大眼睛 然后特别特别美丽的公主形象 栗子树还在结很多很多栗子 奥黛利赫本仿佛坠入人间的精灵 优雅而灵动 一眼就只要一眼 便会被他的完美所征服 测落县内 这就是小村的名字 这个就是他的别墅 叫和平之底 红色的枫叶好好看 我发现赫本的别墅特别特别大 这和平之底可能得有2000平这样子 因为一直走到这儿 你看我从那头走到这儿都没有结束 所以我相信赫本的晚年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在这么大的庭院里面 赫本一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光 在特洛谢纳这个小镇子里度过 这当地的鸾尾花特别有名 而且郁金香花也很有名 每年到4月份都有郁金香花的展览 在末尔日的公园里 然后也有这个鸾尾花的展览 那这个是澳大利赫本的雕像了 他居住的房子不对外开放 但每年用世界各地的粉丝找到赫本故居 在周围悄悄徘徊 眺望曾经镶嵌着那个世界上最优雅身影的床口 1966年赫本全家安居在这里 家庭几乎整了他生活的全部 由于赫本自己经历了贫穷的孩童时代 所以他尽可能让儿子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 这个是小镇的村政府 是不是特别漂亮 你想想澳大利赫本这个拿进了所有的电影奖项 然后晚年之选择在这么一个偏僻安静的小村里度过晚年 在这样一个不受外界和娱乐圈打扰的地方 赫本精心抚养着自己的儿子 上街买东西的时候不必为镜头的跟踪而烦恼 带着自己喜欢的小狗和村里人用法语愉快地聊天 教堂的前面有一棵特别大的白玉兰树 现在没有开花 到夏天的时候会开满了白玉兰 特别特别漂亮 然后配上教堂这种 这很纯洁的感觉 在这里 澳大利赫本找到了他真正所需要的安静 如果不是专门来到这个村子 寻找澳大利赫本曾经住过和生活过的痕迹 你是很难想象到 这个村子会有一个这么杰出而有名的人物在这里生活 在这个地方艺术是无处不在的 这里边就是涂鸦爱好者 曾经在这里做了很多的这样的涂鸦 然后整个在这个地下的隧道底下全部做了涂鸦 这些全部都是澳大利赫本有关的 像当时拍的一些个电影 我想这个镜头大家不会不熟悉吧 如果看过罗马假日的人 可能都会对这个镜头非常的熟悉 对 心爱的小模作 他失去之后他就埋葬了这个小村子 这个村子的公共墓地就在我的左手房 大利赫本低调朴素 他的墓安排在一个普通的墓园里 他的墓令人吃惊的简朴 青灰色的十字碑上只有简单的两行字 姓名和年代 字里有十几座村民的墓陪伴着他 在死后他还可以如此安静的生活 恐怕也只有末日这样的地方可以给予他 所以说这里一直会鲜花不断 他真的是多么受世人的欢迎 落叶归根以后还是有这么多的粉丝喜欢他 不论你有多么辉煌的过去 不论你有曾经多么璀璨 而又绚丽的职业生涯 最终你都会回归于最原始的瓶颈 而这份原始的瓶颈 在这里在这个小村 给了澳大利赫美的一切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的当下 珍惜我们的眼前人 珍惜我们善待生活身边的所有的美好的一切 在马赫是小城里 好 这边有那个澳大利赫本博物馆 有擦曾经穿过的衣服 拍那个罗马假日的 我们在马赫是的商业街上 这是本地的那个调料店 这还挺复古的 澳大利赫本每周逛的集市都还在 还是那么的人山人海 可以啊 这个好看哈 这个巧克力 这是那个松露巧克力 小鱼果的 这是白巧克力和小鱼果的 各种巧克力 这是虫子酒 它这个是各种的小糖 法式法国的老的小糖果 各种味的 这是冬季的那个味道 这真好看啊 小糖果的 你看 有一家非常好吃的一家汉堡店 就是这个名字 据说他家的汉堡呢 是有这种弗兰贝 可以做成那种冒着火花的那种状态 然后呢也是慕名而来 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尝尝先 一会儿这个汉堡呢 马上要上来了 我们一会儿看看这个汉堡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 这不大火的功夫 他们已经上来了 OK 这个底下的所谓的这个不兰贝 就是把这个地方点着 然后加上这种酒 然后呢让它二度加热 然后融化上面的奶酪 看这个就很有食欲啊 好酸哦 燃烧中的汉堡 YES 这个还真是挺热乎的 尤其是像天冷了以后吃这个 哇 这火 好大的火 烤的热火倒热了 对 不会爆炸的说 太可爱了 那是放弃的 对 对 没问题 嘿嘿嘿嘿 人家说旁边就是泉水 直接可以浇灭它 找我 没事 谢谢 谢谢 我的汉堡热热的上喽 扣上盖 好棒啊 这就是拿手吃的 真好吃 很香味 好吃吗 嗯 太好吃了 好吃啊 香啊 有点不知道怎么下烤 好大呀 嗯 培根烤的可香了 觉得特别过于 鸽子吃点 还有小鸟 别忘记点赞 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抓住 好